大家好 我是阿慶斯 今天很開心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道 粉蒸地瓜排骨 它只要一個電鍋就能搞定 做法非常簡單 而且這道菜非常的健康 也非常養生 可以在家動手試看看 首先呢我們先把我們的豬小排 我們要先進行醃製的動作 那今天阿慶斯會選用豬小排的原因是 因為它骨頭少 肉又嫩又香 它油脂又剛好 不會說像軟骨一樣油脂很多 那今天阿慶斯要用的小配薄密密武器 就是用啤酒 因為我們這個啤酒 它裡面有啤酒花酵素 它會幫助豬小排快速的軟化 肉吃起來也會更嫩 並且有去腥的功效 那我們這個啤酒呢 我們大概是下四大匙 在我們的拍碎的整顆的蒜頭 醬油是兩大匙 油蔥醬是一大匙 然後在我們的糖是一大匙 然後在我們蒸肉粉 蒸肉粉大概是一包的量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很簡單 這樣把它抓勻就好了 這樣把它抓勻之後 我們大概要醃製二十分鐘 把它靜置二十分鐘 讓啤酒呢 去軟化這個豬排 讓這個我們的味道 吃進去排骨裡面 好來 那我們現在的排骨已經醃好了 你看我們的水分它都吃進去 而香氣也很香 那我們現在動作呢 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地瓜 我們先鋪底 那地瓜我們盡量切大塊 它蒸起來比較不容易散掉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我們醃好的排骨 就直接放在地瓜的上面 好 那我們肉在放的時候 切雞兒是很重要 我們要把肉盡量打散的放 盡量不要讓它堆起來 因為堆起來你中間 它會很不容易熟 蒸肉粉呢我們都要加下去 因為蒸肉粉本身它就是調味 有味道的蒸肉粉 那我們蒸的這個水呢 我們是兩杯水 我們加兩杯水下來 那兩杯水加下來的時候 我們要先電鍋先給它預熱 我們要讓它電鍋裡面先有熱氣 我們排骨要下去蒸的時候 時間才會縮短 才不會浪費時間 它會瞬間把它的肉汁鎖在裡面 所以這個小訣竅非常的重要 好來 我們電鍋已經預熱了 那我們把我們弄好的這個粉蒸排骨 我們放到電鍋裡面 我們下去做蒸的動作 那待會這個兩杯水跳了之後 我們還要再加兩杯水再一次 總共這個動作要重複兩次 蒸的時間是半小時左右 我們的粉蒸地瓜排骨已經蒸好囉 看一下我們的顏色大概如何 哇 這個顏色非常成功 你看地瓜的顏色 跟我們這個粉蒸排骨 蒸肉粉完全完全全全鋪在上面 哇 我們的粉蒸地瓜排骨已經完成囉 來 我們來幫大家試吃一塊 加個這個排骨 看這個排骨非常入味 哇 這個蒸肉粉的香氣 再加上我們最後的那個油蔥香 嗯 果敢非常的Q軟 然後我們地瓜 哇 排骨它是鹹香 然後地瓜很甘甜 要兩個吃起來非常對味 而且這道菜它不用火 也不用炒 做法非常簡單 清爽好吃又開胃 非常適合當便當的主菜 如果有什麼想吃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阿慶思 阿慶思會一一的分享更多的做法給各位 喜歡阿慶思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思的粉絲專頁按個讚 並追蹤我的IG 訂閱 YouTube頻道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 下次再見